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南投縣政府三個單位來協商 那初步也獲得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今天8月31號從彰化市 明天9月1號從原理市 那我們要來試營運 那試營運的這個期間 我們會看鄉親搭乘的狀況 如果說很踴躍的話 我們也會有彈性來加班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長者 能夠直接到原理的客運的轉運站 以及彰化市客運的主站 大家去那邊搭車 那每天7點20 7點40跟8點發車 然後下午從2點2點半跟3點回程 南投縣政府現在讓這個福利有夠好 讓我做很便宜 很便宜 如果我這樣過程辦事 大家要去的議員會增加 新闢的兩條市區客運公車路線 一是九路公車彰化火車站到西頭 二是十路公車園林轉運站到西頭 並行經高快速道路 以最直接的運輸方式服務縣民 單趟旅行時間縮短於80分鐘以內 更加便利前往西頭旅遊的民眾 歡迎縣民朋友踴躍搭乘 長青族也可利用長青幸福卡 或長青國民旅遊卡搭乘 公益頻道張華允 張華採訪報導